欢迎收看 创意比财尽在运通 欢迎收看古奇来点名 那我们的昨天标题 跟大家谈什么 我说中错足底的股票 基本面在这个时候 出现成长的股票 在低档区 在低档区 你要找机会 去做一个买进 逢低布局 那另外台子期呢 我们讲什么 我们讲逢高 骗空操作对不对 那今天 大盘怎么样 这昨天嘛 我们骗空操作 这昨天跟大家谈的 昨天晚上 道琼一度跌了多少 跌了500多点 大盘也一度重挫 吓出一身冷汗 那今天开盘呢 因为道琼昨天拉尾盘 拉上来跌了125点 那斯大尾也拉上来 变成跌31点 对不对 今天大盘 跌幅就没那么深嘛 开低 然后护盘了 进来了 尾盘 收平盘附近 今天成交量放大了 那今天要怎么看 首先 我们现在了解 整个大盘 我们看的是一个方向 先看一下 大盘在今天来讲 我记得 从10月初开始 我就跟大家怎么谈 这个地方10月第一个礼拜 我就说台子偏空操作 对不对 这个地方也是一样 为什么 因为这两个地方 都出现 同样一个现象 就是法人 在这里 齐全 他不空单 所以你只看大盘不准 那法人为什么 在这两个位置 齐全不空单 我们跟着去不空单 因为你去看一下 稻穷的走势 稻穷也是从这里 开始往下跌的 所以台股目前来讲 它应该是跟随着 国际股市在走 不可能台湾股市 自己往上涨 那国际股市没有涨 这不太可怜 所以这一个缺口相当大 但这里往上 一样有层层的压力存在 所以 风高偏空操作 没有问题 那今天来讲 我们的操作 因为今天封盘在吗 今天封盘在这里 我们就先做放空 10点零四 我们做一个回补 赚105点 就是这两个地方 然后尾盘 空单 刘昌 那操作上 今天台子齐 昨天道琼大跌 刚好他拉尾盘 那今天台子齐 开平靠盘 对不对 大凡在这个地方 又刚好有个机会 可以再做一趟当中 再赚一次 掌收拨在这里 这个开高队 8点58 10点04 这样是105点 那我们操作了 譬如说台子空单 9660 上下三点 回补 因为我们单子 花出去 会员收到的时候 时间会有漏差 所以我通常 我都是上下三点 就是在这附近 我们不愿意用试驾 那这样子来讲 今天当充单 是不是赚了105点 空单继续流产 105点 就是我之前 跟大家谈到的 台子是高风险 高利润 对不对 昨天持有多单的 昨天晚上看到 美国稻穷碟 是不是下述一身冷汗 你要看得懂 法人筹码 看得懂 你才赚得到 那法人筹码 目前怎么样 目前是偏空 跟10月初一样 那底下 大家说底下 政策护盘 对不对 最近 劳退基金都在买 但是劳退基金 逢低买进 那法人 逢高 他不空单 所以现阶段 你要怎么做 包括今天 又有一些钱 拨入劳退基金 等一下我跟大家谈 那你今天晚上 要怎么看 稻穷昨天的低点 会不会再来 稻穷昨天刚好 守住哪里 收盘25191 对不对 我上一次告诉大家 年限很好记的方法 稻穷就是大概在多少 在25,000嘛 昨天刚好在年限附近 那拉斯大尔年限在哪里 在7,400 25,000 7,400 那这两个点 如果跌破 如果稻穷往下跌 那法人的操作呢 他都是跟着 国外股市在走 包括呢 为什么我讲说 骗空操作 大盘在这个地方呢 不管是 10月23号 或者是10月初都一样 法人在那里布局空单 那因为稻穷也在那里 快要往下跌 那现阶段来讲呢 指数的部分呢 今天当初遭受 那尾盘呢 空单续流 105点嘛 1.200块 对不对 一口 基本单 一口 是不是算2万 这是台子的部分 那另外呢 我刚刚讲过 个股的部分呢 中错了股票 你要市机去减便宜 对不对 我昨天一直跟大家提到 不是所有股票 目前 它都在是往下跌的一个阶段 有一些股票 它在足底 像这种股票呢 大盘连续呢 最近 多头两年了 可是这两年 它都一直在足底 这个叫足底两年 那类似这种形态的股票呢 它之前 从300跌到100附近 那类似 重错 足底两年 那这种股票 最近如果出现什么 基本面 反转 获利 营收提高 那这些股票呢 它就比较不会受到 大盘的影响 类似这一类的股票 今天这支股票呢 大盘的在筋盘 在落 它今天起 它今天大涨 这个颈线附近 它是一个很好买进的机会 你可以看一下量价结构 卖压越来越轻 这里重错 这两年一直震荡 卖压越来越轻 代表什么 筹码越来越稳定 沉淀 然后攻击量出来了 突破颈线也带量 那这种股票呢 它有机会 随着基本面 往上做一个成长 那类似这一类的股票 你要红低去布局 那台子旗方面呢 我们红高偏空 但是个股的部分呢 我一直一直很注意的 当会员在寻找 大盘拉回的时候 哪一些股票可以买 可以陆陆续续的买 我上礼拜跟大家谈到 这一档股票对不对 它也是一样重错 但是第一档法人 为什么买那么多 因为它基本面出现变化嘛 这支股票呢 也是很好 我没有公布 不是它跌 而是我目前还不想公布 重错足底 那这一类股票 它跟大盘 不会同步的 那类似这种股票呢 我们不断的去寻找 譬如说像这一档股票也是一样 阻抵三年 阻抵三年 量越来越收 从而往稳定 然后供给量出现了 上来了对不对 那目前在这景线附近 整理完了 它就会往上走 我讲过很多股票呢 它的走势 它的高低点 它跟大盘不会一样 何况你想一想 中美贸易大战 有一些股票呢 它是因为这样子 这个利空 但相反的 它变成利多 它变成基本面成长 变成获利成长 那这一类的股票 你要不要把握机会去做布局 我们一档一档的 会趁大盘跌的时候去做切入 像这一档股票 怕你大气 怕你大气 类似这一类的股票 我希望你跟着我做 那台子期的部分 我们会跟着法人的筹码 去做多空 台子期短信上 没有多空的问题 只有法人筹码问题 随时可以做多 也随时可以做空 那台子当中的部分 我们今天 今天当中 就赚了105点 105点一口单 就是200多块 对不对 那目前来讲 我们来看一下台子 60分钟K线 它还是往下的一个格局 下一段我要跟大家 详细地做一个说明 为什么这个地方 操作上要非常的小心 我们休息一下 我们休息一下 地震了 怎么办 一 爬上 二 掩護 三 稳住抓住桌角 更多防灾尝试 请上台湾抗震网 运达投顾 好看 我都在这里啦 即日起身装 运达投顾APP 我们知道您在乎的是技巧 也了解您关心的是竞争力 运达投顾永远值得托付 02-2781-0909 2781-0909 你担心瓦斯外线危险吗 教你几个小配方 瓦斯桶放室外 避免日晒 由瓦斯行安全技术人员 近期检查瓦斯配管 使用瓦斯要小心 居家安全好放心 内政部消防署关心您 欢迎回到现场 每一次大盘重挫 它都是一个财户重新分配的时候 不管是台子期 或者个股都一样 危机对不对 它就是危险跟机会 你手上的股票有没有危险 那这里到底空手的人 他有没有赚钱的机会 如果股票的部分 你应该去了解 大盘跟个股 每一个相对的位置都不一样 它绝对不会一样 就跟之前 大盘在五月份的时候 我跟大家怎么谈 那时候国际在高档区 国际后来往下调 对不对 从一千多跌到现在 五百块以下还在跌 往回到大盘 为什么我十月初 我标题就直接写 偏空操作 为什么我这几天标题还是一样 偏空操作 为什么这个地方让我抓到 这个地方也让我抓到 那为什么我在这里是偏多的 最大的问题在哪里 你要看得懂法人的筹码 我一直跟大家提到 法人筹码 事实上 现在这个阶段 法人筹码它决定台子 多或空 法人筹码大盘 它跟个股不一样 个股可能大股东筹码最多 或者一个主力小型股 它就可以控制 这档股票的涨跌 但是大盘台子期 只有外资能够控制住 所以我一直谈筹码 我讲台子期 我只讲筹码 我不讲什么技术指标 我不会跟你讲KD 不会跟你讲MACD 也不会跟你讲艾瑞特波浪 最大的原因是什么 如果今天法人筹码 它是偏空的 就算你看到KD要往上勾了 外资它只要卖台积电 就掉下去了嘛 黄金交叉变死亡交叉 对不对 所以重点在哪里 重点在法人 它是偏多操作还是偏空嘛 所以个股你可以看技术指标 但是你如果做台子期 你一定要看懂法人的筹码 你看到技术指标往上 对不对 它只要卖台积电 台积电跌一块 大盘就跌十点 台积电跌十块 大盘就跌一百点 所有的指标都没有用 因为法人外资 它手上拥有很多的台积电 拥有很多的大力光 拥有很多的鸿海 中华电信 类似这一类的权子股 它可以把指数压下来 压下来以后 它在齐权 齐权的部分 台子跟选择权的部分 它把它压下来 它就能获利赚钱 对不对 它隔天再往上拉都可以嘛 所以我可能跟大家谈 台子期你要看的是什么 看的是筹码 那今天来讲 昨天虚晴一场 对不对 道琼开低走高 很多人有机会 可以做一个平仓的动作 那我们是趁着 趁着它开低走高 今天大盘 它跟南韩指数一样 开平高盘 往下对不对 开平高盘 我们又做了一个当冲 先卖后买 赚了105点 那现阶段呢 今天晚上很重要 你要看的是 道琼目前在25000附近 25000是年限嘛 纳斯大尔年限在多少 7400 那昨天的低点 道琼会不会来 如果再来的话呢 外资一向跟着 外国的股市在操作 就如同这里为什么偏空 这里为什么往下掉 你对照一下道琼 道琼也在10月初往下跌 也在最近往下跌嘛 所以台湾呢 它是跟着 外国的股市在走 那往下呢 当然选举快到了 会有一些支撑力道 那今天呢 开低往上拉呢 当然就是护盘基金进场的 但是护盘基金呢 还有多少钱 包括今天呢 今天又拨入了 劳动基金又拨140亿 给投信代操 这是做多的一个好消息 对不对 140亿 但是往下呢 不建议做追空 往上 弘高 去放空 为什么 因为这些基金呢 它只会护盘 只会弘低沉接 它不会往上拉 就好像今天大盘 指数往上拉了 拉到平盘附近 它就不再护盘了 所以尾盘有稍微往下掉 对不对 所以操作上的急跌 你不要去加空 但是缓弹 你要偏空操作 不断的 从10月初 从10月初这里 法人筹码偏空开始 它是不断的往下 那这个跳空缺口出现了 它还是不断的往下嘛 那今天尾盘为什么往下掉 因为9800这里呢 有短压嘛 因为今天开盘破底 那未来 这是下降压力线 你要注意它方向是向下的 所以弘高 片空操作 那今天台指呢 我们当冲 就赚了105点嘛 那个股的部分呢 我们找机会 我们会试机 第一场去做一个切入 我希望最近呢 不管是指数或个股的 操作不顺利的 我希望你跟着我做 我们休息一下 地震了 怎么办 一 爬下 二 掩护 三 稳住抓住桌角 更多防灾尝试 请上台湾抗震网 运达特库 好看 弄在家啦 举起身装运达特库APP 您就可以在第一时间 看到明师为您 及时解盘 有机会得到标普讯息 还有产业最新讯息 立刻搜寻运达特库APP 货电02-22781-0909 2781-0909 我们知道您在乎的是绩效 也了解您关心的是竞争力 运达特库 永远值得托付 永远值得托付 02-2781-0909 2781-0909 永远值得知识 温厚房 低温力下 歡迎回到現場 那目前這個地方 有一些股票 它跌在半空中 有一些在足底 可是足底 它並不可能 馬上往上走 它有可能在那裡震盪 就譬如說國聚 譬如說環球基因 腰斬了以後 它可能在低檔震盪 它有可能震盪好幾個月 甚至半年都有可能 所以這次這種重挫的股票 你現階段操作 你應該來回做急跌 機會來了你可以買 急漲你就出 你可以做價差 就如同前幾天 22號我不是說 月城 弘高出嗎 這裡也離開 結果它連續的這兩天都在跌 那類似這樣來回來做操作 我為什麼這樣講 譬如說我之前 我跟大家提到這一檔股票對不對 這些都重挫足底 這個底部都很久 半年一年甚至兩年都有 像這一檔股票這個底部 對300落到100富金 這個底在這裡整理兩年 那你想一想 如果像國聚 像環球基因類似這種股票 它跌到這裡 它會馬上V型返轉嗎 你看看現在國際股市不太可能 所以它有可能是怎麼樣 震盪足底 那震盪足底的時候 你就來回做價差 就好像我們前幾天賣夜城一樣 那該買進的時候 像這種股票 足底 足底對不對 該買進籌碼穩定了以後 該進場就進場嘛 這個足底以後 量一直縮到這個攻擊量出現了 這個地方很明顯的有人介入對不對 難怪今天大漲 不怪他今天大漲嘛 他今天大漲啊 那不管是大盤或個股 我們實實在在解盤 研判多空 你要把證據拿出來對不對 只有法人他能夠掌控台子的漲跌 個股歸個股 個股的多空跟大凡不一樣 因為齊全是零和遊戲 零和的規則嘛 如果散戶都偏多操作 那一定有相對的有那一些人偏空嘛 那如果很多散戶呢 他偏多相對法人他一定是偏空 這個叫零和這個才能成交對不對 所以當在高檔區法人 他籌碼他的籌碼是偏空操作的話 代表很多投資人 尤其是台子旗 最近很多散戶投資人在這裡受重傷嘛 因為法人大賺嘛 這個叫零和遊戲 那你要拿出證據 除了拿出數據嘛 那前幾天我一直跟大家談到一些數據對不對 我們今天簡單的講 現貨今天還是在賣嘛 期貨今天小湖買進對不對 那大盤在這裡做整理 那今天在盤中 昨天晚上盤中 你知道期值大跌多少跌 那因為稻窮往上拉 那今天晚上你要注意稻窮 那今天整個操作上呢 我說稻窮是短線上唯一的變數嘛 那今天晚上就很重要了 稻窮的年限在哪裡 NASDA的年限在哪裡 7400跟25000 所以今天漏了 覆盤拉上來嘛 他今天開平盤對不對 那我們找機會就這裡放空 這裡回補 就叫當初嘛 今日是今日幣對不對 這樣多少 105點嘛 尾盤呢 我們空灯流倉 因為這個是盤跌的走勢 那同樣的今天反彈呢 我們是多做了這一趟嘛 那大盤在這個地方呢 我們來看一下呢 我再講一遍 大盤往上走 法人是偏空的 往下跌 戶盤他只會低買 他只會逢低去承接 他不會往上拉拉到這個地方 因為現在國際股市沒有這麼強對不對 所以逢低呢 你可以短線做買方 找一些呢 集結的股票 足底的股票據說切入 但是逢低你不要偏空 反彈你偏空操作 這目前我給大家的建議 那從11月台紙開始到現在 我們都是照這樣來操作 所以從這個地方他移入的都是往下嘛 這個叫偏空操作對不對 那從10月初來講呢 這個地方他也是一路往下嘛 但是個股不一樣啊 你看易華電易華電今天還漲喔 它是往上的嘛 所以我要跟大家談到 個股歸個股 台紙歸台紙對不對 研判多空 那指數的部分呢 我們今天 當充呢 賺了105點 然後空單尾盤流倉 那個股的部分呢 像這個長線足底的股票 這我一定會公布 中錯的時候法人買這麼多 你三年的底部大量出現了 它到底出現什麼利多 那這一些為什麼法人會買 那不管是個股或大盤 操作不順利的 我希望你把電話撥通 當充或者個股呢 低檔佈局 謝謝大家 本投物公司與所推薦飛機之客 也有價證券 無不當制裁物利益關係 以往就績效 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純盛平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 現在 上YouTube訂閱運通財經台 任何時間 任何地點 一機在手 走到哪 看到哪 YouTube24小時 線上直播最及時 分析時精準盤式解析 隨選隨看 真方便 YouTube運通財經台頻道 隨時隨地和您Online在一起 運達頭顧 好看 農在家啦 即日起身裝運達頭顧App 您就可以在第一時間 看到民視為您 及時解盤 有機會得到標普訊息 還有產業最新訊息 立刻搜尋運達頭顧App 貨店02-2781-0909 2781-0909 我們知道您在乎的是績效 也了解您關心的是競爭力 運達頭顧永遠值得托付 02-2781-0909 而且